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是完成了西方文化的第一次大整合 我们说文化整合就是把有些因素放大一些 有些因素缩小一些 我们说希腊个人主义太强大了 把希腊的个人放小一些 罗马的国家主义也太强大了 把罗马的国家制度也放小一些 热门的家的源自就被放大了 基督教是一条松散的纽带 结果罗马帝国崩溃以后 就出现了400年的落后的时代 也大概是476年到公元800年 这350年比较混乱 这段时期外国的历史学家 把它称之为黑暗时代 我们的教科书里 把它称为是封建时代 封建主义的新奇时代 总之比较混乱 这个比较混乱的情况下 却完成了文明的大整合 什么是文明的大整合呢 首先就是说这件一种文明呢 它里面呢 那个出现了三种制度 一种是热曼仁的 另一种马尔克公社的制度 热曼仁后来获得很多土地 他们搞了一个自己的自治的村舍 第二种制度就是封建制度 封建制度就是热曼仁家的放大 和罗马的清兵制度的放大 就是说邻主和附庸之间的关系 我是你的邻主 你是我的附庸 然后到了封建制度发展以后呢 就给你一块才艺 你帮我打仗 这种制度呢 是在热曼仁的血缘制度上 和罗马仁的清兵制度上 那个产生的 第三种制度呢 就是教会制度 因为封建制度产生以后呢 它基本上就是封山格局加剧 但教会呢 却强大了 知识分子也跑到教会里去了 那么这样一来呢 就形成了两把剑的理论 一把剑是世俗之剑 掌握在封山的领主 或者君主手里 一把是精神之剑 掌握在教皇手里 那么这样一来呢 中世纪呢 就出现了比较混乱的局面 这是他们的第一次大整合 那么有没有其他的呢 这样促成了欧洲的封建主义的几个特点 十大特点吧 第一个特点就是生产力被破坏 欧洲向封建制度的过渡 它是在生产力很低的情况下进展的 罗马帝国的崩溃 热曼仁的入侵 极大的破坏了生产力 就导致它生产力很低 长久以来就是一粒种子只能受三粒种子 那么这样一种局面呢 是非常糟糕的 是非常糟糕的 第二种情况呢 就后来出现了什么 分散格局 那么按照西方人所说的封建制度的基本含义 就是公共权力掌握在私人手里 地方格局 军队也掌握在私人手里 这么就是乱世的迹象就出现了 出现了分裂 第三个情况 就是知识分子跑到教会里去了 跑到教会里去了 就帮助了教会强大 而那个事实的权力呢 被地方领主所封割 那么这样一来呢 后来就搞出了那种分散格局的 军事的那个封建格局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说封建制度啊 基本上中国的封建制度 可以叫它是政治封建主义 西方的那个封建制度呢 我们可以把它叫做军事的封建主义 所以呢 它为什么农奴劳动这么低下 为什么要农奴制不废除啊 主要它是打仗的 它是裁业制度 庄园呢 也是裁业制度 不准你能流动的 那么第四的情况呢 就是它似乎是没有建立在主流经济上 生产出来的剩余产值呢 还没有到中央政府呢 就已经被地方领主 或者被修道院 或者被教会刮分了 所以呢 它那个后来城市发展起来 也是自治的城市 所以城市后来很有钱 那么资本在城市 知识分子在教会 权力呢 却在农村 那么农村的城堡力是领主 那么这样一段呢 中央的政权呢 就比较衰落 那么还有一个情况呢 就是它的部落比较强大 部落就构成了 对于国家的反动 还有呢 教会呢 构成了对于民主国家的反动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私家政治产生了 因为那个封建制度 本质上来说呢 是一种私人的关系 就是我给你一块彩翼 你为我打仗 这是一个领主附庸制度呢 是一种私人的政治 那么罗马帝国的时候 是一种公共的政治 公共的政治呢 要负责一些公共的福利制度 赠灾啊 普入啊 那么这种情况呢 或者司法 或者那个审判案件啊 那么这种情况呢 在罗马帝国的时代呢 都是比较好的 但是到了封建制度的时候呢 它就比较落后 欧洲后来搞了审判法 听说过吗 比如说你那个犯罪了 那就把你的手 放在油里去煎一下 煎了一下以后呢 如果你双口好了 那证明你没偷东西 那么如果不好了 证明你有罪 或者把你放到河里去淹一下 如果淹死了 那么证明你有罪 如果起来以后又活了 证明你无罪 这叫做神判法 神判法呢 并不是说 大家认为神判法就是很公正 其实神判法就是因为 没钱去办司法案件 我们知道办案 是要花很多费用的 但是因为没钱去花那些费用呢 只要搞神判法 它的目的不是为了公正 而是为了西施宁仁 那么还有一个情况呢 它文化上缺乏凝聚力 基督教呢 虽然是一条松山的纽带 把整个欧洲变成基督教文明 但实际上是分散的 它那个基督教的那种精神 和世俗的贵族的政治 贵族的文化 基本上还是没有完全统一起来 基督教里面呢 又出现了很多问题 所以呢 它在文化上呢 缺乏一种 像中国文化里所有的那种 君君臣臣富富之子 这种文化的凝聚力 或者以鲁礁文化 为那个代表的一种文化的凝聚力 那么从这么一些情况来看呢 我们就感到欧洲类型的封建主义呢 是比较衰落的 比较落后的一种封建主义 那么这种比较落后的封建主义呢 当然也会提早地加速它的灭亡 所以在那个八十年代 中国曾经发表了很多文章 来争论为什么中国封建制度 长期延续的问题 其实呢 其中有一个原因 就是西方的制度不那么好 而中国的封建制度呢 是构建的很完善 所以一个制度构建很完善 浮有一定的弹性 那它呢会长期延续了 那么欧洲那个制度呢 一开始就落后 那么后来呢 它就在那个黑死病以后呢 基本上就衰落了 所以我们从这个情况来看呢 我们看到呢 它是不一样的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还有一些实际 实际第三个大启示 第三个大启示呢 我们可以说一说是什么 说一说呢 它出现了西方文明的一种古典文明的基础 我们说古典学的基础 不仅是罗马文化 还有希腊文化 所以我们现在用很少的一些时间来回顾一些希腊文化的要素 我们看这里就是希腊 一看到希腊 我们感到不太一样 我们很简单的看着希腊 希腊是什么 古希腊精神 极度的诱惑 极度的克制 之间动态的平衡 是不是 它不太一样 希腊人 西方人总是言比成希腊 因为希腊那个东西美 有想象力 有诗性 希腊文化的特征 希腊文化遗产 对我们的启示 这种东西呢 我们感到什么 感到希腊人的一些思想和罗马人实际上是很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虽然把古典学叫做古希腊罗马 实际上希腊人也不同意 罗马人也不同意 这两个文化呢 实际上是差异很大的 我们看 为什么西方人总是言比成希腊呢 第一个原因 西方文化优秀 希腊文化优秀 优秀的事物呢 就能完成几个超越 优秀事物能完成时间的超越 空间的超越 和小题材大题材的超越 我说梅兰芳唱的金戏 七百十花的虾 贝多芬的音乐 看来那个时间上 就是古代人喜欢 现代人也喜欢 空间上中国人喜欢 外国人喜欢 题材上小题材和大题材 一个东西你做到极其的优秀呢 它就无所谓大题材 无所谓小题材 是吧 这完成三个超越 严比成希腊的第一个原因呢 是强烈的古典设成 一种自然主因 这个东西呢和现代文明呢 什么文化都是修饰过的呢 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我们一到希腊那边去感到很自然 古希腊有三本历史著作 一本是河马写的河马史诗 希罗多的写的历史 修西底的写的布罗奔尼斯战争史 三本书都是描写战争的 明白吗 为什么三本书都描写战争呢 因为战争把一些都浓缩了 是好人更好 是坏人更坏 也就是说呢 就像平时你看不到人心的 但是假如一个树一样啊 它被一个雷劈开以后呢 你就看到里面谁是好的 谁是坏的 一下子就很明白 我们再接着看希腊的文化啊 为什么严比成希腊呢 我们还说希腊呢 有自己的特色 希腊除了即兴之外呢 我们看这个河马 河马写了一部著名的史诗 河马史诗 公元前九到八世纪 第四个原因 希腊人言笔称上 因为希腊人成情啊 自然主义啊 希腊的房子都是做成小屋子 没有摩天大楼 他们要和宇宙 与那个爱情海结连成一片 希腊人非常爱美 美还分等级的 是吧 内在的外在的 美是必须独立的 所以关于希腊人的艺术 我们有很多的说法 希腊人当然从动力观上来说呢 他是理想主义产生动力 所以从这么一个情况来看 是不是你觉得很自然啊 它有没有一种政府感啊 它和罗马万神庙不太一样 它是建立在一个自然的色彩里面的 这个你看现在的希腊 现在雅典 西兰雅典你看都是小屋子 看到吗 海边建立很小很小的屋子 很舒服啊 它有没有这种地方盖摩天大楼 布莱泽小屋顶 很相配 盖在海边盖在山上 你看这样的日子 一个个小岛 日子过得很舒服 所以希腊是政府不富 人民是比较富裕的 这是他们一个庄家 龙神的一个小雕像 希腊人还喜欢进行抽象的思考 喜欢理性 也强调一些理性 但是主要还是浪漫的 希腊人守积虑 比方斯巴达人 但是斯巴达人和罗马人相比 罗马人更加是有法律的控制 小结一下呢 我们说希腊人 之所以言比成希腊人 主要从现代人的角度来看 希腊了不起 它具有我们现代人 已经丧失的一些习惯 希腊的文化特征 有几个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英雄主义 荷马史诗的英雄主义 有两个主题词 一个叫友情 一个叫智慧 斯巴达英雄 就是力量和体魄了 雅典的英雄 就是美和文化了 所以这个六个词呢 可以代表他们对英雄的看法 这和罗马的英雄看法是不一样的 罗马的文化呢 我们要讲第一个小问题 叫做罗马文化的精神元素 罗马文化的精神元素 我们呢 还是像上一次这么来讲 我们告诉大家了 罗马人是 怎么样一种人 他的文化有什么特征 那么什么是罗马的精神元素呢 就是首先我们要说 罗马人在想些什么问题 我们刚才说呢 希腊人是什么 是精神的世界 希腊人需要一个精神的世界 心灵的世界 但是罗马人呢 他比较强调实用 他是个实用的世界 罗马人的精神要素里面 第一个字 第一个要素 就是有用的用 用在罗马人的那个精神元素里呢 是非常重要的 用就是有实用价值 可以利用的用 用的概念呢 就使得罗马人 对什么东西 都是根据有用和无用 来加以衡量的 一个东西有用 他就认为好的 一个东西 如果觉得不那么有用 他就觉得没用 那么什么东西是有用的 他就加以服质 什么东西是无用的 他就认为是不必要存在的东西 所以呢 罗马人立了很多凯全柱 做了很多凯全门 他认为这是有用的 为什么有用呢 可以表彰你的功劳 使你感到很荣耀 至于诗歌 他就觉得那不是太有用 诗歌呢 主要罗马的那些诗人呢 很了不起 但他们主要也是一些希腊人先弄起来的 罗马人刚开始的时候 没觉得诗歌特别重要 而不像希腊人一提到河马 就真的是完全的敬佩 那罗马人在这方面就插圆了 至于很多其他的东西 罗马人也认为不是很有用啊 我们上一节课已经介绍了 他从艺术的排列来看 他首先不是诗歌 也不是音乐 他首先是建筑 建筑然后是雕塑 然后是绘画 然后再是什么 再是音乐 再是诗歌 所以他这样一种排列法呢 可见他的实用主义是很重要的 这样一种有用的概念呢 也就带来了他对人的一种看法 他也把人分成有用无用 你看奴隶 奴隶他论很有用啊 因为奴隶是什么 会说话的工具 他把它当工具使 平民 平民也很有用啊 罗马人还发给平民很多 看戏的津贴 生活的津贴 为什么这么对平民这么好呢 为什么要有罗马那么自由民呢 因为他有用 因为自由的平民可以为罗马去打仗 罗马的军队主要是平民组成的 所以对外征服 那个自由民显得很重要 自由民既然是军队的主要成员 所以有用 罗马对奴隶当然也是这么看 奴隶有用 为什么奴隶有用啊 可以制造财富 所以天下呢 那个把一切呢 把它当做有用无用来衡量呢 这个是什么 是罗马人的一个特点 希腊人不是这么看问题的 但是罗马人呢 怎么来看 所以罗马人说奴隶是什么 奴隶是会说话的工具 会说话的工具 这完全是一种用的原则 在用的概念里面呢 就代表着一种 把世界物质化的倾向 希腊人是把世界人化 所以希腊人有很多人 就变成了神 很多什么花草啊 都负有一种心灵的价值 但是罗马人不是这么看问题 希腊人把世界人性化 罗马人呢 把人看成是工具 希腊人看到一块石头 就会很激动 不要说他看到蓝天白云了 罗马人却很习惯的 把有生命的东西 包括人 用一种物质的概念 来加以衡量 看你的有用性 他首先一看啊 不是看别的 看你有没有用 什么地方可以为我所利用 你看这个社会可怕吗 有点可怕 因为它去掉了很多 我们被称为是温情漫漫的东西 我们称之为浪漫的东西 以这样一种 有用无用的原则来考虑问题呢 这只能代表一种人的一种什么物质性 一种什么本能的一种需要 而不是很强调它的精神的元素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 我们看这些是罗马文明里面的 一种很严重的缺陷 我们过去讲过 人是生活在无众什么 基本的处境里面 一种是什么 生命的处境 一种是物质的处境 一种是社会的处境 这三种处境 罗马人的高度发展 但是还有两种处境呢 一种是情感的处境 还有一种是文化的处境 那么罗马人在这方面呢 比较的冷漠 罗马人不那么注重内容 却是发展制度 发展罗马法 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呢 罗马人是比较追求 一种感官的快乐 不愿意进入非常复杂的 情感的快乐 比较复杂的那个文化呢 他所制造的快乐呢 往往是有审美价值的 但是罗马人对那些 行而上的东西 不那么敏感 对实用的东西非常敏感 这也就算了 但是最有问题的是呢 他往往就用实用的眼光 去看待一些行而上的东西 行而上的东西 有时被罗马人认为是无用的 比如诗歌啊 比如音乐啊 或者呢 以一种实用的方式来对待 行而上的东西 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 罗马人呢 就发展出他的第二个精神的要素 就是比较的无情 罗马人比较无情 或者说比较残酷 无情也好 残酷也好 主要就是情味和物 罗马人喜欢看的艺术呢 就是一种什么斗兽 或者决斗士和决斗士之间的什么 互相残杀 他那个决斗呢 那个斗兽呢 也不是一头牛和两头牛之间的斗 而是一千头和一千头之间的斗争 一千个野兽一起打仗 那野兽里面有熊啊 大象啊 老虎啊 制造了一个很大的斗兽场 看他们施杀 后来觉得这个斗还不过瘾 他就搞人与人之间决斗 把战俘俘虏了以后 叫他们互相施杀 很多人一起打仗 一千名决斗士互相施杀 那么那个决斗士也往往会说 陛下啊 或者说大人啊 我们今天以毕时的信心来博你一笑 他那个决斗士以为这么说呢 罗马人就会可怜他们 就把他们放了 其实罗马听了以后呢 是无动于众的 于是罗马人就很自在地 去看一千个人 一千之间互相搏杀 这是他们战士 这种无情呢 就表现在对人的生命比较模式 因为罗马人有一种有用无用的 又去把奴隶和战俘 当作工具的这样的看法 所以我们对罗马的统治者的 这种无情的表现呢 觉得他们是比较缺乏人性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来叫做这种土炼卫盖的 还行组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